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作风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介绍了单个文件上传 也介绍了多个文件上传 对吧 虽然很简单 但是你想不想过 如果我们每次写上传的话 都写这么多代码 而且还是没有太优化过的 对不对 因为在我们写成为的时候 上传这个过程是经常 经常去写的代码 能不能把它简化呢 而且让它功能达到足够全呢 可以做到 咱们现在学了是面向对象成立的技术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文件上传整个过程 把它指配给一个对象 对吧 让这个对象帮我们完成上传 对吧 所有的细节东西都在那个对象里面设置好 我们只要告诉他上传文件 他如何检查 如果上传都是他的事 对不对 我们只要面向这个对象 我们就能将一个文件传上去 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对吧 那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使用对象的关系 将一个图片或者多个图片 上传到哪 服务器上去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上传很简化 所以大家如果你拥有一个非常完美的 一个上传类的话 以后上传基本上都不去考虑 直接用到这个对象 马上就不能把我们上传去 而且还是最简化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呢 那细说PAP 咱们这本书上我已经写好了这个类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代码 完全用到咱们面向对象技术写的 就是封装一个file upload的这个类 对吧 文件名是file upload class.prp 那这里边呢 所有的属性都封装了 所有属性都封装了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去改 这个咱们讲过封装的时候咱们就说过对不对 那下边这些方法呢 看一下 下边所有的方法都是封装的看到了吗 封装的方法就是私有的方法你根本都不用去看 因为它是为内部服务的对吧 那你用的呢 这里边只允许我们用对上面公有的几个方法 比如说 side的方法 对不对 对我们上传的一些环境设置的 然后 upload的方法 干嘛呢 专门上传文件的 用的对不对 然后上传后的文件名 使用getfile name去获取 对吧 还有什么 上传如果出错的话 我们用这个去获取 那这个能多简化去上传呢 那我们先来单个上传 也甚至多个上传 咱们两方面试一下 好吧 首先呢 我们还是打开这个表单 我们把上几个介绍的多个文件上传 还改回去 变成单个文件上传 好吧 还是pic 来我们绑一下页面 让它变得看起来很简单 test.prt 好 明明一下 写错了 应该什么 是不是就是一个上传表单 跟原来的单个上传文件表单 是一模一样的 原来服务器端的这些复杂的代码 你看一下 是不是每次上传 你写这么多代码 对不对 咱们现在通通干掉 都不用 看到了吗 我只需要用到这个对象 面向这个对象就可以了 怎么办呢 到了 因可录的我首先得包含我们up loved class peerp 我想用到这个类的对象 是不是我得先包含这个类啊 对吧 包 一个文件上传类 这个类大家可以参考 细说 peerp中的上传类对吧 那有类不行了咱这里边做的不是静态方法 如果静态方法包含类我们就直接可以用了对不对 咱们面向对象这里边我给你做成对象的形式 所以你必须创立一个对象 你有up r r 每个手这么大鞋啊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类没有什么我们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过的方法 是没有过的方法 所以呢你不需要用过的方法设置任何质 就知道吗 因为它是不需要过的方法了 对吧 来 我们再看一下 有了这个对象我们怎么上传呢 怎么上传呢 直接调用up里边有一个方法叫做upr holding upload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对吧 所有的错误检查这个对象圈克帮我们完成 那看一下 那我们这里边只要存我们表单的名字就可以了 那我们表单的名字什么呢 是不是 内容PIC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只要存PIC 就文件就在看 PIC 我们的 使用对象中的upr lo的方法 就可以上传文件 对不对 方法需要传一个上传表 单 对 对 的 名字 PIC 对吧 但名字起什么是看你自己的需要确定 对不对 这样我们就可以上传了 你说说可以上传吗 那咱们试一下 看就借助于这个类 对吧 然后我们把上传的文件这里边是不清空了 我们来试一下咱们的上传 我随便点一个文件 比如说点个小朋友 上传 upload file文件加载失败 没有如此的文件 我加载这个类似 这个是 file upload我先反了对不对 我将这里边先反了 file upload 这几个也先反了 文件上传 这个对了 你看 这不就可以了 没有提示 那成没成功呢 这不就成功了 文件名是给随机的 对不对 所以咱们是不是把原来很复杂的代码 就简化成了这么几条代码 对不对 那我都说了 我需要更详细的信息 对不对 出错了怎么办 对不对 成功的话我想知道对文件名怎么办 那咱记住 这个方法返回真假值 如果成功返回 true 对不对 失败 那这就不能说了 干嘛 失败返回 false 假 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可以加一个什么 可以加个b 看到了 加个这个判断 如果成功怎么办 失败怎么办 如果失败 我们就可以直接 出发 用一个pr 用一个pr 丢出 鞋盖 pr 我直接用这个打印 v 这是不是也能打印消架 直接打印这里边 up里边 如果失败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象里边 get e r r o r m s g 这个方法 获取上传 失败的信息 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想获取上传之后的真实的名字 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同样 我们可以用什么 get 新文件名 看一下 这里边 是不是有这两个方法呢 get的文件名 没有new对不对 错误消息这个有对不对 那我们直接在这画 get the name 是不是得到文件名 错误信息 那这个我们再上传一下 试一下 看可不可以浏览一下 比如说 我们把pn记图片上传的文件名 上传的文件名 是不是这个 它变成了这个随机的名 对不对 然后图片 是不是有了 对吧 是不是变成了这个文件名 嗯 这就是我们 对于图片上传的设置 是不是又多了一些功能 嗯 其实这些功能 是不是足够用了 对 但是如果我想改变上传的目录呢 我想设置上传的类型 是不是这些用户都可以调啊 对不对 所以咱们系统里边提供了一个 对吧 我先把这些加上传是这个怎么的 获取上传后文件的名字 对不对 你可以拿到之后 加到数据库里边去 或者使用 获取上传 什么 失败以后的什么错误 对错误提示 看到了 嗯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就可以怎么的 还可以设置信息 设置什么呢 设置属性 设置属性 设置属性包括可以设置什么呢 可以设置上传的位置 对不对 还可以什么 大小 类型 是不是这些需要我们设置啊 还有名字是否要随机生成 我们这些是都是可以改变的 通过什么改变 这里边我们只需要一个方法就行 这个对象提供了一个赛的方法 对 前边是写属性名 后边写属性值即可 对吧 那属性名是什么呢 看看我们这里边有这么几个属性名 而且呢我还是做成了 让你属性名不去跟大家写 PASS 是修改我们上层的路径 这个是上层的类型 这个是最大的尺寸 这个是什么 设置是否随机 对吧 比如说我们先修改一下上层的路径 假如说 我把它修改到这里边 UP 嗯 IMAGS吧 我把图片往这里上层 不让它我这里上层 那默认它提供的是这个路径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这个路径的话 我们就可以改成路径了 PASS 哪呢 你可以写相对 也可以写绝对 但是必须是浮气端的路径 因为有浮气端上的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改一下 当前幕后下的IMAGS 对不对 或者加不加写上都可以 这样的话我们上层路径就改掉了 你看 我们刷新一下 浏览一下 随便再找一个文件 比如说这个GNF 看到了吗 是变成对我经常 现在我们到这里去找 还到这里去找 对 IMAGS去找 是不是有了一个组件 就完全上层了 这样的话 我们很简单的办法 就可以设置改动性 那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SET 我可以改大小 最大的尺寸 后边也是自己 比如说一照 默认就是一照对不对 比如改成两照 我还可以up改变它的类型 再允许的类型 AROWTYP 对吧 类型是不是有多 对 所以值应该是个数字 比如说我只允许你上传 什么GIF类型和PNG类型 JPG和JPEG关系团 是不是这两个 或者是文档类型 你只要写什么后织名 就什么后织名 允许 好 然后 SET SET 我还可以 怎么拿文件名是不是随机的 SINDOM 看一下是不是随机的 那这块就是一个部分 行 默认什么RND内蒙 默认是真实 允许随机的对不对 这样是最好的 如果想保持原名 你不想要随机的 那我们只要将类值为啥了 POSE 加就可以了 那好 我们四个值都设置了 对不对 现在这个类就允许设置四个 如果你想设置其他的 那你只要在这个里边添加一下就可以了 也就是修改我们这个类的本身的SIDE代码 你看 对吧 只要在里边允许的属性 我们这玩意是比方设置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浏览一下 现在我们上传一个不允许的类型 接提器现在允许吗 不允许 来我们打开一下 什么 这块的一个字 我还得拿 对 变码我们得修改一下 上传 它是吧 归允许的类型 这我们直接用一大门打印的 所以这格是原型出处的 对不对 是不会允许的类型 嗯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上传一个成功的试一下 现在 GF可以吧 PNG可以吧 比如说上传一个PNG A点PNG 是不是A点PNG 在这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 上传文件的一些设计的一样 当然了 除了这些 我们还可以多个文件上传 对吧 多文件上传 咱们这个类直接就支持 只要你把表单那会改成数据的形式 这个直接就支持末日的数据合适 所以呢 服务器端我都不改 我就可以支持多文件上传 怎么做呢 表单这话 只要加上中复号 咱们还有四个对不对 来试一下 现在回来一下 选择四个念 JPG的不行了 对不对 我得把这个JPG的怎么的 给加上 JPG或者是JPEG 好像多了个M呢 对吧 类型加上 现在就可以了 那我选择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对吧 现在我一点上传 是不是四个文件一起提示啊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 是不是这些文件都在 我现在全身读 那如果四个文件中有一个失败了怎么办呢 比如说 一个 两个 这个我选择 BMP不允许吧 是不是这样 那最好的办法失败了 哪个失败哪个不上本 对 前面刚写的上传就是哪个失败哪不上传 其他上传上去了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比较麻烦 比如说我们上传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相片 对不对 然后有个上传失败提示 我们就不知道哪个上传失败了 不太好办 对吧 所以有好多网站就是 如果有一个失败的 这几个全都要传 都要再重新传一点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说哪个传上去了哪一个传上去 对不对 还得一个一个挑 比如说你几百张图片的话 你就不知道 就比较麻烦 对不对 就比较乱 所以呢 咱们这个类的设计是只要有一个失败的 怎么的 就全部没有上传 只有全部失败全都上传上去 当然你可以假如说喜欢前面咱们做的上传那种格式 哪个失败哪个不上传的话 你可以稍微修改这个类就可以实现 对吧 程序是按我们程序员的想法去执行的 你可以任意去修改这个类对不对 嗯 在线舞的上修改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我们看一下 更新一下 来我们 呃 查查 编码方式 好 这提到上传它是制作 是不是这一个出错啊 提示我吗 对吧 这一个出错其他也没上传成功 你看这里边是不是一个没有 刚才看到了上传成功 全部成功是不是才可以 所以这是咱们这个类的一个设计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类把它变成对象的话 我们面向这个对象 是不是我们开发程序非常的简单 对吧 文件上传这个值点 在好多人眼里都是一个难点 那你有了一个这个类的话 是不是就把文件上传变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值点了 只要涨了这类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自己想办法去收集一个 你最喜欢的文件上传类 以后文件上传就用它 对吧 如果大家不会收集也没关系 后边开发的时候 大家会选择一些框架 或者二次开发 里边都自带这样的文件上传类 对吧 如果你找不到 你可以怎么的 用高老师给你提供的这个 如果你喜欢自己开发 你可以完全自己写这个 参考我这个 或者网上有很多文件上传类的资料 是不是都可以 好 那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介绍一下文件的下载 好吧 好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 可以 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